嗨 大家好 我是小許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這禮拜的GNN 也就是這個 進化後的西蒙 還有它的各種型態合體 先講因為這個 合體的部分真的是 極度的複雜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消化一下 那我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讓大家理解 到底每個型態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它的優缺點 那首先呢 大家畫面上看到這隻是最終的合體型態 也就是五隻一起合體的 這個天然突破 紅蓮羅岩型態 就有點類似像那個什麼 之前我們那個機械獸五隻合體 超獸魔神那樣子的感覺 只是是強化版的超獸魔神這樣子 好 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西蒙與羅岩 這個開放進化了 那之前官方說要叫它留這個 西蒙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它進化並不需要重複的這個西蒙 它進化是需要一些小素材而已 那為什麼需要留呢 因為它進化之後呢 它進化之後就是現在大家畫面上看到這個長大後的西蒙 那它能合體的 都是這些後面的那什麼 方舟啊 還有超銀河啊 跟這個天然突破紅蓮羅岩 那就不能夠再跟原本的那個小 那個什麼跟原本的卡米娜合體了 就不一樣了 所以官方教大家留著的用意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說你真的只有一張的話 你就是可能要選一邊玩 你要嘛就是玩跟卡米娜合體 就是原本的這個天然突破的系列 那要嘛就是玩這個後面的 跟比更多人 更多人運動的這種 更多人合體的大超大機器人這種的 你只能選一種 因為你合體 你進化了之後呢 就回不去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啦 好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 這個進化後的西蒙的隊長技 跟原本的有什麼不一樣 那原本的話是可以放這個大紅蓮團跟機械組 那進化之後變成說直綁紅蓮團 也就是說你原 那個機械組那些成員呢 就沒有辦法再放進去了 那只能放紅蓮團跟羅玄王 羅傑隆與羅善眼這隻角色 所以之前叫大家刷這隻 因為這隻等下合體會用到 那再來攻擊力的部分是一樣的 生命回復力也是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少了必然延長時間2秒 這樣子 然後還有全隊攻擊力提升 消除符石的屬性越多 全隊攻擊力額外提升越多 那這邊的話呢 原本的西蒙 小時候的西蒙 它是消這個水火木強化的時候 可以額外2.2倍 只是變成說 它增傷額外增傷的方式 不太一樣了 一個是要消越多屬性 一個是消水火或木強化的時候 會增傷這樣子 另外呢這個 長大後的西蒙也少了一個東西 就是 隊長戰友如果是合體角色的話 全隊攻擊力 全隊三圍1.5倍 這個就不見了 這個小時候西蒙有 但是長大之後沒有 所以有一些形態呢 等一下有一些合體的形態 我覺得還是配 小時候的西蒙 或是卡米娜會比較好 因為小時候的西蒙跟卡米娜 它對長技有這個 有合體角的話 三圍1.5倍 這個血量會多非常多 我覺得 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消心的話 減傷40% 那跟原本的西蒙 小時候西蒙也不太一樣 小時候西蒙是 有附加效果的時候 減少40% 那其實我覺得 有附加效果 減傷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像有時候版面上卡心的時候 就沒辦法減傷了 那但是 小時候的西蒙 是因為有螺旋力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 有螺旋力在 進場就可以有了 所以就一定會有 減傷在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有時候配 那個 小時候的西蒙會比較好啦 怕是完全沒心珠的時候 你就 完全沒辦法減傷 所以這是有好有壞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長大後西蒙的 隊伍技能 長大後西蒙的話 它是合體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 補充一次龍脈儀 也就是說你龍科用完的話 就可以 你可以在合體前 開掉一次龍科 那你合體之後 馬上把龍科補滿這樣子 那另外呢 所有成員 進場 技能CD-8 不過這個 技能CD-8 好像是只有那個 天眼突破紅蓮 羅炎才有 其他好像也是要慢慢 洗CD的樣子 就是會有一些 條件這樣 那龍脈儀轉為螺旋力 這個就是跟 小時候是 一樣的 這樣子 跟小時候是一樣的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他的主動技能 是全方位聚專 跟原本的話 其實也蠻類似的 只是 就多了一點東西 一樣都會有這個解鎖 然後一樣有這個 引爆石化 跟炸墜體三行福石 但是多了 多了這個 左上方三橫行 轉為水火木牆 右上方三橫行 轉為這個 光暗星牆 其實就有點類似ORB 只是ORB是下面六排值的 那他變成 橫的 然後是上面三排 這樣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不太一樣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自身攻擊力五倍 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無視防禦力 不過要龍脈全滿 然後 他少了這個破攻前盾 原本的西蒙 是有破攻前盾的 那長大後的西蒙 這個是拔掉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打 有攻前盾關卡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來是 多種 這個是一張圖 就是有各種形態 左邊這個是超銀河 紅蓮羅眼 中間的是天原突破 紅蓮羅眼 右邊的是方舟紅蓮羅眼 好 那我們 先看方舟紅蓮羅眼好了 方舟紅蓮羅眼的話 只要這個 長大後的西蒙 跟右邊放一隻 這個 維拉爾語言雞 這隻獸人 就可以跟他合體 那 原本小時候的西蒙 是不行的 一定要長大後的 所以才說 只能選一種 這個要嘛就是把它進化 要嘛就是不要進化 跟原本的卡米娜合體 就好了 可是我說真的 我覺得他跟原本的卡米娜合體 其實就已經很強了 甚至可能比這個方舟還要強 我自己覺得 大家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 那再來 我們看一下方舟紅蓮羅眼 他合體的當下 完全回復生命力 另外呢 兩回合 自身攻擊力4倍 自身攻擊力無視固定連擊盾 所以他剛合體的兩回合 是非常強勢的 自身攻擊力4倍 因為合體之後傷害 集中在他身上 他說他再4倍 這個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 他合體他右邊可以再放一隻雍子 可以再把他的傷害 再更大化這樣 然後這個自身攻擊 無視固定連擊盾 也是只有這兩回合 才有 這個要注意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 超銀河紅蓮羅眼 需要的是4隻 這個 長大後西蒙跟雍子 還有 維拉爾 還有這個奇坦 這4隻可以變成超銀河 4合1 那我們看一下 合體的當下 這隻 名字非常長 天上天下一機當神 超銀河紅蓮羅眼 然後這邊 剛剛合體當下是 其實跟剛剛那個方舟一樣 只是兩回合變成4回合 變成4回合 就是持續比較久 這樣子 那當然是你要合體的人 也比較多 合體玩技能也會變比較少 可以放的角色 也比較少 所以這個是 犧牲比較大 換來這個 比較大的力量 這樣子 好 那再來最後的話 就是這個5隻合體 天鹽突破 紅蓮羅眼 如果說有看這個動漫的 如果你很喜歡這個 這個作品的話 你應該會 非常的喜歡 這樣的一個模式 會非常的興奮 很多種合體型態 而且都是非常經典的 那這一隻 5隻合體的話 就是需要我們這禮拜的地獄集 螺旋王這張卡片 這蠻特別的 10抽卡跟這個 免費的地獄集卡片 可以合體 所以才說 這張卡要刷 如果說你要玩這個型態的話 那這隻合體的角色又不太一樣了 就沒有奇坦了 然後就變成這個 米亞變成西蒙他女朋友 然後再加上這個螺旋王 那合體的當下呢 是完全回血 然後把龍科除滿 另外呢 會有一個buff 在左上角 99回合內 首批掉落的符石 必定是水火木星強化符石 好 那這邊要注意的一點是 他只有首批掉落 也就是說 他首批掉落 如果說有在天降下來消除的話 第二批掉落下來的符石 會有光暗珠 所以他可能就會殘留在版面上 不過其實 如果說掉下來一兩顆的話 沒有消除其實不影響 因為你之後 還是會再掉啦 因為水火木牆 他版面上簡化的話 他天降的消除的機率會很高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下面 那這三張機器人 合體機器人呢 他都是有 個別的隊長技能 那我們先看方舟好了 方舟的話 他是隊伍中指人放 猴年團跟螺旋王 差不多啦 然後攻擊力稍微提高 生命力回復力是一樣的 那消福石種類越多 攻擊力越高 這跟原本的辛猛是一樣的 那再來多了一個 原本的長大後辛猛 他是消新珠減傷40% 現在變成這個 有附加效果的時候 減少50%傷害 好 比原本更高 然後也不用再靠消新珠去減傷 而且他這個隊伍技能有螺旋力 所以他也不用怕不能減傷 一定可以減傷 龍脈轉化為螺旋力 移動符石之後呢 這個都一樣 跟原本的都一樣 引爆3x3 但是他掉落的不一樣 原本的是掉水火木強化 那這個是掉火木星強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合體的角色有關 那引爆符石包括水火木石 其實這個很容易達成 一回合攻擊兩倍 你隨便點一個 應該都會炸到至少一顆 水或火或木 應該都會炸到 另外他這個 掉落下來 火木星強化 剛好如果說你副隊友 副戰友的話 配西蒙 剛剛都講到嘛 不一定要配長大後的西蒙 你可以配小時候的西蒙 那小時候的西蒙 隊長技有一個 消水火木 水或火或木強化的時候 會有額外的2.2倍 那 這個 因為他合體之後 他也會掉火木暗強化 所以一定也可以消除得到 所以配 小時候的西蒙也是可以的 那這一隻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帶卡米娜了 我覺得卡米娜更適合另外一張 這個 機器人 等一下會講到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引爆一顆星回一萬點 這個跟原本都一樣 反正其實這張跟原本的差不多 蠻類似的 只是說掉落下來的珠子不一樣 然後再來他 這個 技能 主動技能也不一樣 因為他是跟薇拉爾合體 所以跟原本的技能不一樣 我們看到隊伍技能 他還沒玩 還有 這張方舟 他每回合以50%自身攻擊力追打 火阻性攻擊力一次 反正就是 其實合體下去都是易傷 都是易傷 然後下回合 他特別的地方是下回合 每回合 應該說他像雍子一樣 那每回合 隊長戰友直行 都會轉為火機械組強化符始 那雍子的話 是轉左邊那一行 那一個直行 那他是隊長戰友直行 都會變成火強化符始 那這種機制的話 其實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可以速刷 那壞處的話 就是他會把板面 影響到板面 因為大部分都是火珠 所以如果你遇到什麼火珠不能消除 其實會蠻 蠻痛苦的 那這是有好有壞 但是其實他這樣做這麼多合體的 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移到關卡 然後來去選擇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合體 因為你一個關卡 就是只能合體一隻 你不可能合體完方舟 然後再去 合體成天原突破 所以你就只能選一個進去玩 這樣子 好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第一個 就是強化版的西蒙的技能 長大後的西蒙的技能 其實也沒有強化 其實差不多啦 只是 都一樣 引爆石化 然後解鎖 然後上方山 就是變得很像歐布 ORB那樣子 就是所有木光暗 新強化都有 然後攻擊力5倍無視防禦力 只是沒有那個 破攻前盾的效果 比較可惜 這個可能就是要靠龍科 然後再來呢 看到第二技能 就是維拉爾的技能 大家看起來應該很熟悉啦 因為他們兩隻合體 合體完之後 變成所有福祉轉機械族強化 然後迴避 特定種族 敵人的攻擊 然後迴避完之後才有2.5倍 所以這隻我覺得就 原本跟他跟卡米娜合體 那個小時候的西蒙跟卡米娜合體 那個我覺得更強一點 更強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講這個超銀河紅蓮裸眼 超銀河紅蓮裸眼的話 它是 其實隊長技差不多 那只是特殊的是 它單體攻擊轉為全體攻擊 然後必然延長2秒 原本的這個 長大後的西蒙呢 它是沒有必然延長的 那現在 合體之後變多2秒 然後消浮石屬性越多的話 攻擊力額外提升越多 常常復甲效果的時候 減少50%傷害 那這邊 這一隊的話 其實我 比較建議 配卡米娜 因為卡米娜有新兼具 不過呢 它的這個 你如果沒配西蒙的話 減傷就比較低 如果你配西蒙 副隊長40%減傷 然後隊長50% 其實這樣就有70%的減傷 那你如果說你不配西蒙 配卡米娜 你就是從70%減傷 變成50%減傷 就是只有這個單隊長的減傷 但是你多了一個兼具攻擊組 因為這隊他不像 剛剛那個方舟一樣 他會天降火木星 他這隊呢 是不會天降的 我們看一下隊伍技能 所以他會非常的需要這個火珠 非常吃攻擊珠 那這個龍脈 龍脈一樣會有螺旋力這個效果 但是他這個螺旋力效果更強 他是引爆5x5 那我們知道目前的版面是 6x5嘛 那5x5幾乎等於是炸整版 掉落光暗以外的強化符石 掉下來一定是水火木星 引爆符石包括水火木 全都用你兩倍 這個一定可以達成 這個不用講 那再來就是強化版 炸一顆星回1萬5 原本是炸 只有回1萬而已 現在回1萬5 那再來的話呢 看到他隊伍技能還沒完 研製15秒轉珠 他隊伍就是15秒 另外他隊長技有必然2秒 所以你遇到200轉珠也是不用太擔心 然後再來超銀河洪靈羅岩的特色還有一個 就是他追打超級多下 他每回合以58攻擊力追打火木光屬性各兩次 各兩次也就是說他等於是 這樣等於是一個4倍的傷害了 這樣等於是4倍2 3對 他原本的傷害在乘以4 這個追打下去 然後再來呢 我特地提一下 就是他們這三個合體 合體完之後都不會讓行動值集滿 像原本的西蒙和卡米娜合體之後行動值會滿 但這一次的話他是不會滿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但是其實傷害已經非常的暴力了 等一下我們先講一下 再來是他的副隊長的部分 剛剛講到說 比較適合配長大錢的西蒙 跟卡米娜 因為他們隊長技能都有 隊伍中有合體成員的話 會有額外的1.5倍的生命力 所以你不配那個 你配長大後的西蒙的話 血會比較少 只有3萬多 剛剛那隻方舟也一樣 但是你配長大之後的話 這一隻超銀河可以到 不是配長大後 你配長大前的西蒙 或者是卡米娜 你這一隻超銀河血 可以到5萬多 剛剛那隻方舟可以到接近5萬 那血量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看大家 其實如果你要配長大後的西蒙 也是可以 也不是不行 就是看光卡去配置這樣 然後接下來看到主動技能的部分 超銀河呢 他一樣是西蒙的技能 技能差不多 跟剛剛方舟差不多 只是變強化 再強化一點點 攻擊力變6倍 攻擊力變6倍 然後CD7 然後再來第二個技能呢 就是奇坦的技能 不過他這邊的話就是 雍子跟 維拉爾的技能 就被吃掉了 這邊就是剩兩個技能 因為合體之後 就是只有兩個技能可以開 兩個都是CD7 其實偏長 我覺得 然後主隊也非常受限 四隻一定要有 那你就剩一個位置可以選的 那如果要有一點的話 你再帶一隻雍子 可以讓這個超銀河的傷害再更大 但是這樣子的缺點就是你要自備兩張雍子才能這樣玩 然後呢 好 繼續講到第二個主動技能是15秒排除 這個就是奇坦的主動技能 這沒什麼好講的 那CD7也是挺久的 只是 就是四個技能變成兩個技能 就是缺點啊 就是缺點 但是他比較多是把它做在他的這個 隊伍技能裡面 比如說他隊伍技能一次炸 比較多這樣子 就是 你犧牲了一些東西 但是你也得到了一些東西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沒有一個隊伍可以打全部關卡 還是要看關卡來去配置這樣子 好 那 這邊就是兩個技能被吃掉了 好 最後呢 我們講到這個 最大最終的機器人 天原突破紅蓮羅顏 那這一隻呢 大家看起來他的隊長技怎麼那麼爛 只有7.5倍 不過他的這個隊伍技能超級多 等一下會講得到 首先呢他的隊長技能叫做 這就是我們大紅連團 那組合的角色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這五隻 我當然還是建議以西蒙當隊 當在頭啦 因為 你如果用了螺旋王當頭的話 可能 隊長技比較爛一點 不過這隻有個重點 其實不管誰當頭都可以 因為他進場就可以合體了 好 再來是他豐富的隊伍技能 首先是這個彩虹螺旋之力 彩虹螺旋力是跟之前不一樣的 他等於就是鑽石啊 鑽石的主動技 兩回合內所受傷害減至0 就是像那種什麼扣血100% 或者是無視減傷什麼的 都一樣可以無視 都跨回合 而且他是跨回合的 但是呢 他就沒有原本的螺旋力了 就沒有炸板了 然後他也沒有減傷 他也沒有炸心回血 這個是缺點 但是他這一隊的特色是 進場就可以馬上合體 好 然後呢 所有扶石兼具屬性扶石效果 所以等於是整版攻擊珠 再來呢 所有屬性扶石兼具25%新珠效果 這個新珠沒有兼具 只有其他珠子兼具25%新珠效果 看起來是整版新 但是呢 其實兼具的效果比較低一點 我不知道是bug還是怎樣 但是玩起來 我實際玩過 我覺得他的這個回血能力 堪憂 就是可能要轉個67combo 才有辦法回滿 那有時候版面不允許你轉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回復上比較 比較危險一點 我覺得原本那個炸心回血 那個還是天原突破最op的技能 那這個 這個隊伍就沒有了 今天跟大家講 那再來炎至10秒轉珠 然後他好像沒有必演 好像沒有必演 所以看起來是5隻合體很猛很猛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隊是玩爽的啦 因為你5隻合體的明明是你綁死了 加上你5個隊 5個技能變成兩個技能了 這個就犧牲蠻大的 但是傷害是真的挺爽的 這個沒話講 但是其他的部分 解盾生存 這個 就還要再看啦 而且血量的話 他這隊合體玩可以到5萬7千多 血是蠻多的 但是回復可能跟不太上 特別是你遇到像 回復降低 回復歸零這種就 GG 好繼續講喔 這張天原突破紅年羅岩的隊伍技能 還有這個每回合追打火屠性攻擊力一次 其實這些追打 我們就不用算那麼細了 反正都是異傷 超級痛 好 接下來隊伍技能超級多 還沒完 下回合開始時 把所有符石轉回機械族強化符石 這個就很強了喔 你剛剛合體當下沒有 但是你合體玩 轉完那一回合 每回合 都是機械族強化符石 整版 那這個技能 有多強 有用過吸魔 吸魔的就知道 可以擋石化 可以擋凍結 可以擋那些 弱化什麼的 都可以擋 所以這個 這個特性我覺得非常的強 好 再來是無視年輔 如果多一個無視燃燒更好 無視年輔 所以其實你可以試關卡 如果這關卡很多年輔的話 可以用這個組合去打 好 單體攻擊的話 也全體攻擊 其實跟超獸魔神很像 那再來最後這個 很像輕龜的一個技能 根據當前層數 攻擊力會越來越提升 最多可以提升到10倍喔 也就是說它是越戰越強 打到關卡越後面 會越強 特別是長關卡 會更明顯 那 像輕龜的話 它是開技能 越開越多傷害越高 但是我記得 輕龜的傷害 好像也只有到 6倍而已吧 好像只有到 6倍 對 它是最多可以提升到10倍 所以這很誇張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繼續看下去 它的主動技能 從5個變2個 螺旋王的技能直接 沒啥批用 變成CD3 第一個技能CD3 兩回合每消除一組符石 而外增加1連擊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奇坦的技能 只是就是 算是弱化版奇坦的技能 我看一下 原本奇坦的技能是 每消一組符石的話呢 奇坦技能是每多一個紅連團成員 多增加2連擊這樣子 但是它是每消一組 而外增加1連擊這樣 那一回合還有以螺旋牽制對方 然後使敵人無法行動 算是最短CD的控場了吧 只是敵人無法控制的話 可能就還是不能用 那這個控場控下去呢 敵人還會有2.5倍受到傷害 所以它是CD3 2.5倍的增傷 算是最短CD 最高增傷的卡片 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還可以控場 那你這個還可以順便搭配你的 這個彩虹螺旋力 兩回合無敵的效果 看能不能做一個永動機 這個可能要 看有沒有人可以研發這個玩法 配合一些龍科特化什麼的 可以一直開那個彩虹螺旋力 這樣子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技能 再來第2技能是CD6 多三行符石 然後 原本的西蒙的話 它是這個版面 然後上面3排 全部都是水無目光暗 心強 那它變成說 額外再增加3行 像主角那樣子 變成最上面是所有目光暗心強 各3力 那再來呢 研製15秒轉足 就是你轉主角 這個 多三排的時間會更久一點 那個人追打4次 它傷害已經很 很OP了 再追打4次 然後這個追打 是無視 拼圖盾 無視固定連擊盾的 所以拼圖盾呢 這隊也不用怕 這隊應該比較怕攻前盾 攻前盾這隊就沒有東西可以解 然後還有像那種什麼 需要消負面效果的 比如說痛痛珠啊 這種的 就沒東西可以解 因為它隊員全部都綁死了 這是缺點 然後再來 回合結束的時候 自身進入一回合的 平死狀態 這個也很危險 你這招開下去的話呢 這個副作用非常的強 像你如果說你開這招 然後就下一關進去 這個螺旋王地獄的那個中毒那一關 又痛痛珠 然後你這一隻你不能攻擊 你平死狀態不能攻擊 你就死了 所以這隻你要開主動機2的時候 要先看一下下一關 是什麼 不然就是你要搭配 彩虹螺旋利一起開 這樣子下一關至少還有 螺旋利可以打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 蠻複雜的 三隻合體機器人 那你如果問我說哪個比較強 就是 這三隻機器人 比較強還是說 小時候的希望跟卡米娜合體比較強 我說真的我覺得 小時候的西蒙合體 跟卡米娜合體比較 萬用一點啦 因為這幾隻機器人他都是綁死的 他都是要綁紅年團 但是小時候的西蒙跟卡米娜合體 至少你還有可以放其他機械組 未來的這個發展性也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 這三隻大機器人合體就是固定就是這樣子 永遠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之前還說 像 要不要多抽一隻西蒙 其實先叫大家先不要抽 因為 你多了這些合體呢 也不一定會變比較強 只是讓你多了 比較多的玩法 這樣子 那還有對這個 作品 這個動漫 比較 喜歡的人呢 他一定會去弄兩張西蒙 嘛 因為這個 就是很熱血 我覺得跟這麼多 這麼多合體 然後這麼多變化 其實是蠻不錯的 但是如果就單純論強度 來說的話呢 其實是不一定要把它進化 合體成這些的 因為原本的西蒙跟卡米娜合體 已經夠強了 好不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然後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拜拜